婆婆热衷旅游 一年365天 她有300天都在外面游山玩水 直到有天我急用钱发现 存折里的50万只剩50块 我才知道婆婆旅游花的钱 全是老公赞助的 我气炸了 问老公怎么回事 她却骂我几个毛线 我妈辛苦了一辈子 有点爱好怎么了 她现在的年纪就该享受人生 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全力支持 你有没有良心 连这点钱都要跟她斤斤计较 好吧 反正得挨挣的是你不是我 那我不急了 从医院走出来那刻 我腿都是软的 上个礼拜和老公一起做全身体检 今天结果出来 本来以为没什么毛病 医生却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拿出我老公的体检报告 说肝癌中期 如果做肝移植 还有存活的希望 想到我和老公陈明昆 从校园恋爱步入婚姻殿堂 相识相爱整整八年 我趴在方向盘上放声大哭 老公才30岁 我怎么忍心告诉他这个恶好 想了很久 我决定先去银行 把我们定期五年的存款提前解封 等到单元之前 肯定要带老公去医院治疗的 加上换单手术的费用 以我们手里的几万块 肯定远远不够 谁知我拿着存折去银行查询时 柜台却告诉我 存折里面有50万 只有50块 我整个人都猛了 不可能 两年前我和老公一起来存的五年定期啊 柜台说 帮我查询下去款记录 接着他说 李女士 我们这边显示 在你们存进来的第二天前 就被取走了 是谁取的 存折一码 只有我和陈明昆知道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 柜台的眼神略带同情 您的丈夫陈明昆 但亲耳听到 我还是如遭雷击 我新任的老公 竟然瞒着我把我们奋斗几年的存款取出来 这么多钱 他又到哪里去了 我怀着复杂沉痛的心情 一路及时回家 本来跟单位请了半天假去拿体检报告 没想到发生的两件事 让我感到心绪不宁 完全提不起精神上班 领导多给我披了半天假 我呆呆地坐在床边很久 直到客厅的房道门被人从外面打开 我才回过审来 看了眼时间 才下午1点50 今天是工作日 陈明昆没告诉我他 今天请假呀 我刚要开门出去跟他摊牌 客厅里传来第一声 像是用遥控器打开空调的声音 妈 快进来 热化了吧 夏天气温高 要不你在家里住两个月 等天气凉快了 再继续去旅游 婆婆来了 哎呀 我也想留下来住啊 可李梦不发话 我不敢打扰你们小两口 我才是一家之主 李梦敢不让你住 我就抽她 这话显然婆婆很喜欢听 哥哥直笑 他颇为欣慰地说 嗯 女人娶回来不听话 确实该打 你老家那些表哥堂哥家 哪个媳妇都是这样收拾好的 现在一个个乖得很 我都不知道 原来热衷旅游的婆婆 还是个演戏派 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甚至还对老公传播家暴思想 更没想到 我的枕边人 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 婆婆的片面之词 我压抑着胸口的窝火没出声 我倒要听听 他们还会在背后编排我什么 婆婆又说 啊啊 我这次回来 一是想你了 回来看看你 二是 我想买辆房车 哎 可能是年纪大了 每次坐火车硬坐 都腰酸背痛疼的厉害 走到哪里没有些脚的地方 要是有辆房车 开到哪 玩到哪 多方便啊 你觉得呢 陈明昆说 妈 你又没有驾照 你买的也开不了啊 婆婆说 她在旅行过程中 结识了几个旅游 其中有一个 以前是开货车的 现在退休了 能开房车 他们几个兄弟姐妹 相约一起 自驾游遍全国各地 其他人有的出钱 有的出力 她出一辆房车 明昆 你再给我打六十万吧 我一个老姐妹 她有渠道 五十九万就可以买到一辆 价值一百万的豪华版房车 外面突然安静了 我心里诽谤 真会世子大开口 我们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老公能同意才怪 婆婆立马哭了 你是不是结了婚 心里就没我这个娘了 你爸死的走 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拉扯打 怕你受委屈 多少亲朋好友劝我再婚 我都没答应 老公这个人很孝顺 听到他妈一哭 心疼得不得了 好好好 给你买 妈 我知道你为我付出很多 但之前不是陆陆续续 给你打过近五十万 那么多钱你都用完了 我现在没有钱给你买房车呀 在房间的我又惊又怒 原来那五十万老公 竟然背着我打给了婆婆 那不是我们的夫妻 共同财产吗 她有什么权利全部支配 谁知婆婆说 你不是这套房子吗 把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 我炸了 顿时理智全无 开门冲了出去 陈明昆和婆婆两个人 目瞪口呆 神色一阵白一阵青 无比精彩 陈明昆脱口而出的好字 咽了回去 我紧紧盯着陈明昆 你不是说你妈 用自己的退休间旅游的吗 她的脸仗成猪干涩 气急败坏指责我 你有没有道德心啊 故意偷听我和我妈讲话 我气笑了 你少给我岔开话题 你妈今天回来 我根本不知道 你给我说清楚 你妈全国各地旅游 到底用了谁的钱 看我捧着脸 陈明昆语气软了下来 他揽过我肩膀 老婆 你听我说 我妈她一个人 把我拉扯大不容易 钱都花在我身上了 哪有什么存款 她想旅游 我不支持她 谁支持她 我不明白 为什么男的 总在结婚后 突然想着回报妈妈 年轻能挣钱的时候 没说把工资 全上交给亲妈 也没说对亲妈 嘘寒问暖 小杰大笔送不停 甚至连电话 都很少打一桶 难道结婚使人成长 我甩开她的时候 所以你妈算盘打得真想啊 一年旅行三百多天 快乐有了 幸福有了 还分逼不出 哦 主打一个凌晨等高回报是吧 你别忘了 这是我们存起来 将来生孩子养家的钱 你全给你妈花了 我们急用钱的时候怎么办 家里有人生了大病怎么办 你光想着孝顺你妈 你有没有想过 以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 我说的话 不知道戳中了 陈明昆身上的哪根神经 她面露不耐 急急急 你急毛线啊 你以前怎么不急 知道被我妈用了以后才急 你还好意思说生孩子 非要有钱才能生孩子吗 你钱吃树皮 还不照样生 生出来就能养活 对你矫情 天天起人忧偏 危言耸听 没钱吃病就去死 活着也是拖累别人 我心凉了大半截 当初和她结婚 婆婆不出钱不出力 只在婚礼上出了个人 一切开销 全靠我们自己 婚礼结束 婆婆拿着份子钱去旅游了 她说她的任务已经完成 现在要为自己而活 但是我和陈明昆办完婚礼 身上穷的只剩几千块 因为婆婆说 没有义务帮我们带娃 我理解了 她却怪我矫情不肯生 一旁装死很久的婆婆 垂足顿胸 别吵了 别吵了 多怪我 我应该早点死 不给你们小两口增加负担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了姐妹 告诉她们我不去旅行了 我回来挣钱 我去洗盘子扫大街 哪怕是翻拉机桶捡瓶子 也会一分不少 把钱还给你们 我本来就临近爆发边缘 婆婆还不停装委屈山峰点火 我气得冲她大吼 那你去打电话呀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自私无得的老人 光顾着自己享乐 她在子女身上吸血 打电话呀 现在就打 不打我看不起你 婆婆被我好猛了 她手里还装不作样拿着手机 身体却迟迟不动 我的拆穿让她骑虎难下 谁知她突然抓头发 把头往沙发上撞 让我死 让我死 老了惹人嫌 而媳妇不尊重我 儿子也不帮我 眼睁睁看着我被欺负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冷哼一声 沙发是软的 下一秒 陈明坤从身后捧起我头发 狠狠甩了我一巴掌 她面色铁青 跟我妈道歉 我妈一年才来家里几次 你就用这种态度跟她说话 我捂着脸强连眼泪 她不来 那是因为她没空 拿着我们的钱 在外面潇洒 有你什么钱 我工资比你高 那里面大部分是我的钱 我爱给谁花给谁花 眼前男人凶狠的丑恶嘴脸 暴露无遗 左脸颊火辣辣的疼 但远不及心里的疼 刚才那一巴掌 彻底浇灭了我对她的爱意 离婚吧 你怎么那么自私 她现在的年纪就该享受人生 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全力支持 你有没有良心 连这点钱都要跟她斤斤计较 还用离婚威胁我 婆婆这会儿也不继续撞沙发了 她茶言茶语劝 儿子你们千万别为了我离婚啊 只要小梦心里舒坦 妈受点委屈不要紧 这句话犹如导火锁 陈明昆拍桌而起 离就离 谁不离谁是孙子 我转身回卧室 把门锁起来 婆婆在外面说 儿子 小梦就是任性了点 你是一个男人 你让着点她 任性 我看她是想上天 妈你之前说的对 你还是得治 你看被我打了 还不是乖乖回屋老实了 再说了 同样是人 凭什么男人就要让着女人 先低头认错 她就是被网上的毒鸡汤 把脑子毒坏了 听听这口信发言 我以前眼睛里是糊了屎吗 看上这狗东西 我回屋不是因为我怂了 而是我要报警 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要是当他面报警 他急眼了又冲动打人怎么办 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事实的让步 是为了让自己更安全 我又不傻 警察上门的时候 陈明昆和婆婆双双傻眼 陈明昆接下巴巴问什么事 我这才从卧室出来指证他 警官 就是他家暴打我 陈明昆大怒 手臂下意识朝着我的方向挥起 你这个贱货 谁让你报警的 当着警察面 他还敢动手 我真不知道该说他是愚蠢 还是愚蠢至极 警察立声喝纸 别动手 离远点 然后他被两人控制住 压着带进车里 我一起过去做笔录 婆婆也跟上来了 他哭哭啼啼 替他儿子求情 警官 都是误会 小两口过日子 哪有不打架的 我们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 你们把我儿子放了 我会好好说他的 愚昧无知 民警暗中翻了个白眼 道歉阿姨 现在是2024年 法治社会 就算是夫妻 男人也是犯法的 到警局里 陈明昆一开始觉得自己没错 现在夫妻间男人 打女人多了去了 就他不能忍 他是在打 谁让他不尊重我妈 我要是不打他 怎么对得起我妈 警察见他脑子不好 直接问我要不要谅解 我说不谅解 警察立马靠上手铐带走 陈明昆急了 哎哎 你们都不调解一下了吗 怎么说拘留就拘留 他阴雨暗含威胁的目光 转向我 李梦 你确定要这么闹 我被拘留的事 要是公司知道了 我工作就没了 我冷笑 关我什么事 这时 绿茶婆婆委屈巴巴插嘴 小梦 我跟你道歉行不行 我给你下回磕头 你别为难我儿子了 我忍这个老太婆很久了 立马冷嘲热讽 你演戏演上瘾了 我怀疑你这几年在外面 不是去旅游去了 婆婆神色紧张嘴硬 我就在外面旅游 不去旅游我能干吗 你是在外面进修演戏去了吧 来来来 你给我下回磕头道歉 我就写谅解书 你跪呀 婆婆又开始哭了 虚伪 陈明昆咬牙切齿 你怎么样才可谅解我 我说当我写谅解书也行 打我的人必须得弯腰低头 跟我认错道歉 还要手写一份悔过书 不知道 像他这样大男子主义的男人 让他给女人低头比吃屎都难受 可他不得不道歉 毕竟他是公务员 前脚被拘留 后脚估计工作就得丢 最后 陈明昆不情不愿当着警察的面 90度弯腰给我道歉 按我的要求写了份悔过书 同时 我请警察出去了一份告解书 我们三人一起出警局 陈明昆显然自尊心受损 他看我的眼神一很无比 见货 你给我等着 回到家里 我妈摸着我的脸 心疼坏了 我爸气得咆哮 这个狗东西 在我面前人无狗样 背地里居然敢打我女儿 迟早会得报应 我妈跟着骂 去他妈的妈宝男 人渣 跟他离婚 让他和他妈过一辈子去 我拍拍爸妈的肩膀 安抚他们 嗯 渣男盒饭已经在热了 爸妈不明所以 我当即把陈明昆 患肝癌中气的事告诉他俩 我们全家非常有默契的相识三孝 我当晚就预约了离婚 把信息发给陈明昆 他秒回消息 对我睡烂的二手货 我看理了我 谁还肯要你 我妈早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白富美 他旅游的女儿 我嗤之以鼻 有什么用 你还能活多久 很快便到离婚登记那天 陈明昆带着婆婆 熊啾啾气昂昂出现 我爸妈也陪我来了 一切都很顺利 直到财产分割 出了异议 房子是我们双方出资 共同买的 对半分没问题 问题在于 陈明昆把婚内共同财产 都转给了他妈去旅游 现在他翻脸不肯赔 我拿出他的转账记录 我告诉你 钱是我俩一起挣的 你没经过 我同意擅自给别人 我有理由怀疑 你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这是犯法 陈明昆耍赖 你这就说的严重了 什么犯法不犯法的 难道给我妈扇养费也有错 我爸气得眉毛倒数 好啊 那上法庭起诉 我看谁会掏空全家的钱 给老母亲当扇养费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你脑子都不涨一个 我妈拿出警局 出去的家报告诫书 你不赔是吧 明天我就拉横条去你单位闹 让你们同事 领导都知道 你是道德败坏 执法犯法的小人 我瞅了一眼婆婆 只是可惜了 辛苦一辈子培养出来的公务员 毁于一旦 你要是工作丢了 房车这辈子都没捉落了吧 婆婆小声说 儿子 要不你把房子卖了 又不是陪会起 别影响了你的工作 最终 双方意见达成一致 价值120万的房子过户给我 除去贷款60万 我被只需擦转五万 没想到刚出民政局 陈明昆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突然问我 你前两天是不是去医院肿瘤科了 我停下了脚步 对呀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前两天去医院看感冒 看见你了 婆婆立马笑了 儿子 我就说她肯定生了大病 幸好你跟她要离婚了 不得拖垮你 咱家有多少钱 也不够她挥霍的呀 陈明昆说 你别怪我绝情 夫妻本事同名鸟 大男龄投个自飞 除了离婚的事 你也别联系我了 我可没钱解离你治病 我若有所思 你说的对 那一个月后我不来签字离婚了 拖也要拖死你 陈明昆睁大眼睛 你内心怎么那么阴暗 自己快死了 还想拖我下水 你不同意我就去起诉 婆婆催促 儿子 走了走了 你离她远点 别传染什么病给你 俩人溜得比兔子都快 生怕我缠上他们 我爸刚才差点没忍住 把真相说出来 不知道 他要是知道得病的事 自己会是什么反应 前两天我确实去过医院 是医生打电话 告诉我 陈明昆有匹配的甘愿了 但是有一个小朋友情况危急 就排在陈明昆后面一位 我懂他的意思 昨天我还在犹豫 但今天 我立马掏出手机 告诉医生先救小朋友 至于陈明昆 他慢慢等着吧 离婚冷静期 需要等待一个月 第二天 陈明昆就迫不及待 拉我去过户 他得意的告诉我 他妈要带他去散心一个月 旅游和旅游的女儿也去 正好和相亲对象培养感情 我求之不得 告诉他 嗯 去吧 玩得开心点 没准是你最后一次旅游了 陈明昆一拳打在棉花上 他反而还不高兴了 全程摆个臭脸 过户完出来 他突然想到什么 愤怒地质问我 你是不是早就有下家了 难怪要跟我离婚 我妈说得对 你就是个当妇 我冷笑 抱歉 我没你那么龌龊 他气急败坏 嘴硬 你还能活多久 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的生活恢复正常 房子我转手就挂兽 卖了138万 陈明昆请了大半个月的长假 在万年玩得可开心了 每天都发朋友圈 还没离婚呢 就和新女友就搂搂抱抱 亲亲我我 婆婆也很开心 专门给我发消息 她儿子贷款给她买房车吧 可我注意到 陈明昆脸部皮肤 越发粗糙会暗 黄得不健康 很正常 毕竟她不知道自己有病 没了我的管束 每天熬夜抽烟喝酒 也不忌口 症状体征自然就明显了 时间一晃而过 我和陈明昆拿到离婚证那天 我顺便把她的体检报告 递给了陪同她来的前婆婆手里 我郑重地对着前夫说 保重身体 陈明昆不明就理直笑道 这么快后悔了 我告诉你晚了 你就是跪舔我 我都不会再看你一眼 我又对着前婆婆说 葬礼那天别忘了通知我 我来随二百五分子 前婆婆气坏了 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 你胡说八道什么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竟然敢咒我 我告诉你 老娘才五十多岁 前不久才做的全身体检 身体好得很 你死我都不会死 她当场把我给她的体检报告单撕碎 不解气的还踩了几脚 故弄玄虚 我摊摊手 我又没说你要死了 我说的是你的孝顺好带 陈明昆撸起袖子 怒骂 你在恐吓我试试 是不是还想被老子打 看来上次你还没长记性 我无奈摇头 自欺欺人 我忘了告诉你 你妈刚才撕的是你上次全身体检的报告单 上面的检查结果是你患了肝癌 你活不长了 被撕成一片一片的报告单 婆婆拉她儿子起来 明昆你在干嘛 你真信这个小贱人说话呀 陈明昆冲他大吼 都怪你添乱 你乱撕什么呀 还不赶紧把报告单拼起来 婆婆又哭 你竟然凶我 谁知这次陈明昆没哄他 而是很不耐烦 哭哭哭 你就知道哭 你以为你是宝宝吗 死能装 婆婆被对得哑口无言 我笑死 原来陈明昆一直都知道他妈能装 但之前是没损害到他的利益 所以他乐意配合一起演戏 可一旦损害到他的利益 他立马就变脸了 婆婆刚才撕了有多潇洒 现在拼了就有多吃力 慢一下就被陈明昆疯狂中骂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身体原因 陈明昆拼碎纸的过程中 突然脸色煞白 捂着肚子倒地不起 我脚底抹油溜了 远远的 听见婆婆慌乱的喊救命 儿子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来人啊 救命啊 儿啊 你可别吓唬我呀 妈还等着你养老送中呢 我心情大好 中午多吃了两大碗饭 晚上也多吃了两大碗饭 没想到吃到一半 我家门领响了 我爸打开门 陈明昆和他妈拎着几大包礼盒 陪笑着站在门口 我爸脱口而出 傻逼 滚 就要关门 婆婆却利用自己肥胖的身躯挤了进来 陈明昆不要脸的跟在后面 我妈翻大白眼 你们来干什么 陈明昆走到我面前 扑通一声轨道 梦梦 我们复婚吧 婆婆则对着我爸妈苦口婆心劝道 亲家公 亲家母 先前的事是我儿子做的不对 我已经教育过他了 但夫妻之间 床头打架床尾和 我觉得小两口没必要离婚 要不让他们复合吧 我爸眉毛倒数 你怎么教育的 来 当面教育给我们看看 婆婆一噎 我爸讽刺 想复婚就重点诚意啊 骂两句都舍不得 陈明昆一看游戏 立马冲婆婆喊 妈 你使劲教训 只要能让岳父岳母原谅我 干什么都行 婆婆闭了下眼睛 忽然抬起手 狠狠一巴掌 抽在陈明昆的左脸上 反手又是一巴掌 接着啪啪啪啪连环四个巴掌 他说 老婆娶回家是爱护和尊重的 你动手就是不对 你知道错了吗 陈明昆顶着住头脸诚恳地说 我知道错了 老婆才是我最重要的人 老婆才是一家之主 我之前太混蛋了 直到我真的失去你 我才意识到你对我来说对不重要 我面露轻蔑 你难道不是快失去生命 才意识到我重要的吗 因为你快死了 你朋友大概率也跑了 所以想到我这个前妻 想召唤我回去伺候你 还能白打工 给你争议要费 陈明昆被我揭穿心思 神情恼怒离顺 很快压下去 我真的知道错了 梦梦 你想想我们的曾经 我们大学相识相知八年啊 谈恋爱的时候 我对你有求必应 你不开心 我就跨越大半个城市 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蛋糕 我不是圣人 熟能无措 你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吗 陈明昆的表情成志无比 这番话说的 我差点就要感动了 他和他妈不愧是母子 一样的能演戏 确实 当初陈明昆要是一点优点都没有 我也看不上他 平心而论 他学历高 毕业两年考上公务员 也够努力上进 最重要的是 他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工作再忙 也会在特殊节日 给我准备惊喜 所以当初我不顾父母反对 非要嫁给他 即使他家里没有任何帮衬 可结婚后 我才慢慢发现 他变了 每次遇到他妈的事 他总是不分清红皂白 等他妈走了 他又跟我忏悔 我想着他妈不跟我们住 一年能见几回 也就没放心上 没想到 我的妥协让他更加变本加厉 我当然知道 他不是真心想跟我复婚 只是缺少一个出钱出力的傻帽而已 如果躺在那里的是我 他大概率会庆幸自己离得好 没准还会特意跑过来骂我活该 我歪歪头 你说的对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那让我想想 明天给你答复 陈明昆和他妈面露喜色 好好 而媳妇 打是亲骂是爱 我儿子是爱你 才忍不住打你的 磕磕绊绊很正常 我差点忧出来 下一咬 啪一声 我一巴掌甩到陈明昆脸上 他想发火 但忍住了 我说 哎呀 打是亲骂是爱 你不介意的吧 陈明昆咬牙陪笑 还主动把另一边脸伸到我面前 不介意 不介意 为了套住我当冤大头 他也是拼了 他们走了 我妈立马上前问 孟孟 你不会真的考虑吧 那可是个火坑 妈不允许你再跳进去 我爸也严肃着一张脸 不赞成 我笑笑 当然是骗他的 陈明昆可是有暴力倾向 他快死了 要是不把他哄出去 他破罐子破摔咋办 明天我们全家出去旅游 让他找不到我们 我们全家订了一大早的飞机 飞到了海南 刚躺在民宿床上 陈明昆打连环电话轰炸 我来接你去登记结婚 你家里怎么没人啊 我说 哦 我带爸妈出来旅游了 等回去再说吧 那头一愣 陈梦好班上问 你为什么要去旅行 你不知道我得癌症了吗 我觉得奇怪 我爸妈辛苦一辈子 就留着点爱好怎么了 他们年纪大 就应该享受生活 我做女儿的 当然要全力支持 这不是你说的话吗 你得癌症不是还没死吗 我回去能干吗 陈明昆语气有点急 可是我要住院治病 每个人在身边不行 我呜了一声 想让你妈先伺候着吧 他不是说 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 这方面 他一定很有经验吧 婆婆抢过手机 儿媳妇啊 你能不能先借点钱 你们夫妻一场 你不想看着明昆 因为没钱治病死了吧 这才是真正目的吧 我惊讶 你们没钱吗 怎么会呀 我记得明昆前不久 不是贷款给你买房车的吗 你把房车卖了 再换钱不就行了 哎呀 我们要去吃海鲜大餐了 说完 我毫不犹豫挂断电话 我带着爸爸妈妈 在海南游玩了半个月 后来又坐飞机 转去了内蒙古玩了半个月 期间 陈明昆和他妈 给我打过无数电话 求我借钱 要么就让我去医院陪护 我通通挂断 直到婆婆说 陈明昆的中期发展到晚期了 我才带着父母回去 行李爸爸妈妈现在回家了 我直接赶往医院 拖不及待去看热闹 来得早不如赶得巧 我到医院的时候 正碰到陈明昆和他妈吵架 短短一个月 他瘦得很快 脸颊两边都凹陷下去了 脸色也越来越黄 此刻陈明昆满脸的不可置信 妈 你竟让我放弃治疗 啊 现在没有适配的肝源 你这也治不好的 还不如拿着钱出去玩一趟 把最后的生命浪费在医院里 有什么意义 你体谅体谅妈 我都已经在医院陪护你一个月了 身体真的扛不住了 回家吧 妈给你买点中药喝喝 中药比西药管用 陈明昆气得冒烟 你是不是我亲妈 当初你要旅游 我瞒着李梦把所有的存款 拿出来支持你 现在我就生病了 你竟然因为怕花钱怕累 就让我去死 你这是一般的病吗 你还能活多久 你非要把我掏空你才满意啊 活着的人还要生活 我把钱给你花 我以后养老怎么办 你别太自私 陈明昆委屈得差点哭出来 我自私 我为了你连婚都离了 你竟然骂我自私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至于住院了 还寄一顿保一顿 李梦肯定会把我招回很好 哦 难怪受得那么快 原来是恶劣啊 婆婆立马反驳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是你对她不好一巴掌 把她扇走的 那还不是你挑唆 我看你跟李梦说的一样 只顾自己想到 怕女生上吸血的无养老不死 你你你 好啊 你也是这么想的是不是 你这个白眼狼 反正你现在没钱缴费 要被医院赶出来了 我不管你了 病房里还有其他人 他俩就这么旁若无人的互相咒骂 全然没有了当初的母子情深 真有意思 一场病就让他们丑太毕露 眼见吵得差不多了 我提着一袋子烂苹果进来了 咦 还没等到肝园吗 妈 你有没有去做配对啊 你俩是母子 应该会配对成功的吧 婆婆被我的话说得一愣 下意识说 我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我的肝哪能用啊 妈 你忘了 去上个月明镇局门口 你说你刚做过全身体检 身体好得很 一定能满足绢干纸雕 陈明昆听到我这话 像是听到了活着的希望 他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神情激动 妈 你快去给我做配型 给我绢干 我能活下来了 婆婆满脸的拒绝 就插血在脸上 儿子 你听妈说 第一 你没钱做手术 第二 绢干妈的身体就不好了 咱顺其自然吧 以后你那份 我一定会带你活下去的 我继续煽风点火 妈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明昆难道不是 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就忍心眼睁睁看他死 你把房车卖了 不就有钱了 你闭嘴吧 我要走了 不跟你掰扯 他是你老公 以后交给你管了 婆婆说不过我就想跑 摆烂摊子丢给我 陈明昆彻底怒了 他不知道没来得见 从床上一跃而起 薅住婆婆的头发 抬手就是一巴掌 你别走 你不给我绢干 就把我的钱一分不少吐出来 不然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病房 婆婆被他吓住地哭出来 姐姐爸爸解释 儿子 儿子 你冷静点 钱我花完了 我没办法呀 陈明昆反手又是一巴掌 都怪你 都怪你 我变成这样 都是你害的 啪啪啪啪 连环七八个巴掌 旅游旅游 你就知道旅游 你不旅游会死吗 婆婆被打得跪地求饶 我默默退出病房 心里畅快无比 还有一件事 恐怕陈明昆还不知道 婆婆在外这几年 根本就没有到处旅游 而是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家 用他的钱 养老大爷和老大爷的儿子 知道这个消息时 我真的震惊 也根本没什么房车 婆婆用房车的钱 给老大爷的儿子 买房付首付 这还是离婚时 我发现 婆婆听我说 他在外面没有旅游这几个字 很慌张 于是我把这事告诉爸妈 爸爸立马自告奋勇 当私家侦探去查 没想到还真给查到了 陈明昆真惨啊 阿呸 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 我准备在陈明昆 一并不起时 给他致命一击 万万没想到 我还没说 陈明昆就自己发现了 让我去认识 陈明昆死了 原来那天在医院 医生制止了 陈明昆打他妈的行为 婆婆趁乱跑了 陈明昆也因为没钱缴费出院 但他对婆婆的肝念念不忘 于是用钱把婆婆骗出来 在婆婆走后 他偷偷跟在婆婆身后 制造意外让他妈去死 然后顺理成章地得到肝 然后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冲动之下 他掏出水果刀 一通乱砍 婆婆被捅了三四刀 老大爷有亲儿子帮忙 把陈明昆反杀了 婆婆捡回一条命 只是终身要挂尿袋 她的老乡好几儿子双双入狱 婆婆听到这个消息 哭得好大声 造孽啊 你自己病得死就死了 为什么要拉上我的男朋友 我唏嘘不已 这就是人性 自私的人性